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多地周末接连发生名店遭遇集体抢劫案 拜登提名美联署主席鲍威尔连任令李虎今日上升 欧洲民众抗议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并与警方爆发冲突 按摩大王MK9189 是一张4D的双向式推拿人性化手法的按摩椅 一体设机身和脚心交温设计理念 全方位12个功能随意切换 从深到深的舒缓和放松 原价4999 特别优惠价3499 更送三年保收 特别加送礼品 IRG927脚步按摩器 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 415-412-0985 太平洋感恩节好礼4选2 买吸力超强大的蒸好洗抽油电机 气炸锅、电液变缸盒盒、洁水壶和木帆钢刀组 任选两件价值300元 再送免费安装当行服务 千万不要错落 要带出珍修白味的精髓 唯有致美斋 诞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致美斋 早已风行海外 制作技术拿被评定为省级的非物质 文化维坦 其中的天顶头秋 堪称穿越400年的人间美味 还有远近磁名猪脚姜醋 山楂醋、滷水汁、蚝油 各种不同的醋 各式的调味醬料 盐焗鸡粉、黑椒汁等 令到无饭煮腐都变身大厨 北美总代理呼传食品 电话415-822-8911 大家好,欢迎收看星电视新闻 我是关韻瑜 大事小事、新鞭事 星岛与你紧贴时事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2号 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 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威斯康尔 昨天在圣诞巡游当中 发生汽车冲入人群事件 造成至少5人死亡、40人受伤 其中多人情况危态 不少人是当地的学生 当局就扣留了一名可疑的人士去问话 验证调查涉案的司机 是否是早前一宗 持刀案件的载途严犯 当局就宣布 受伤的学生 很多都是 逾黑下校区星期一停货 会为学生和教职员提供额外的辅导 一名警方高层就称 车内可能有第二人 但这些报告目前未得到证实 警方正在追查更多信息 案发之后 当局连夜搜寻涉案人的社交和其他平台 有人就认为 案件是否和上星期 Wisconsin的18岁少年李腾豪斯被判无罪有关 不过目前为止 博士联合广场的几家高级商铺 其中一些人是戴着滑雪面具 又挥舞着一些叫棍 去袭击员工和抢走商品 然后就乘搭 等候在外的汽车逃离现场 LV、Fendi、Sanoran、Burberry和D&G 都在星期五的夜晚成为攻击的目标 警方稍后逮捕很多人 星期六夜晚东湾的Warner Creek 百老汇广场的户外购物中心Nostra 都发生大规模的商铺抢劫事件 当局已经拘捕了3人 大多数人在逃 到了昨夜的夜晚 再有东湾欺围的购物中心的 Sams Jewelry珠宝店 和Masis百货预劫 而位于圣河西的Santanar Road的Lululemon 都遭到至少4人抢劫 Sanoran警方称店家的损失是超过4万美元 来看看星岛记者彭斯桥的报道 加州州长柳心今天访问三藩市的时候 显着湾区近日发生的大规模 有组织洗劫商店的案件 直言不可接受 他表示 州政府正在加大对湾区的援助力度 他也表示 绝不姑息劫匪 对这些人不应抱有同理心 同情心 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 柳心又指 明年向州议会提交的预算案中 会包括用于调查零售盗舌案 和其他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相关问题的资金 第二方面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一宣布 拜登政府将从新冠援助计划中投资15亿元 以解决对服务不足社区 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 这笔资金将用于国家卫生服务团 护士团和药物使用障碍治疗与康复计划 所有联邦计划都承诺 向服务欠缺和高风险社区工作的医疗保健 学生和工人提供奖学金和贷款的偿还 据白公称 这笔资金将支持22,700多间劍保的提供者 是史上最多提供者参加的劍保计划 纽约州议会司法委员会星期一公布了 对前纽约州州长科莫的调查结果 调查不单是含蓋州检察长 詹姆提出的性骚扰案件 还含蓋疗养院住客在疫情中死亡的事件 是不是因为他和下属工作不当导致 调查人员表示 已经是审查超过60万页的文件 包括短信、电子邮件等 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科莫曾经有性骚扰的行为 而另一方面 总统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联储局的主席 展开另一个4年的任期 还提名现任的理事布莱·纳德出任副主席 该提名仍需得到参议院的确认 拜登表示在经济面临巨大潜力 和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刻 需要美联储的稳定和独立性 鲍威尔用事实来证明 美联储主席的独立性 他都很重视 拜登表示在上一届的政府当中 鲍威尔是顶住前所未有的政治干预 成功维护美联储的完整和信誉 相信鲍威尔是带领美国逆后复苏和对抗通胀的合适人选 随着拜登提名鲍威尔继任美联储的主席 投资者对美联储的领导地位感到放心 华尔街股市今日午后交易当中普遍上升 S&P500指数上升0.4% 杜瓊斯工业指数上升208点 升幅是0.6% 纳资大客指数下跌0.6% 美国银行上升3.2% 带动大盘上升 再来看看运动方面的消息 NBA洛杉矶的胡人队 星期日对战Detroit Piston的比赛时 球员NBA洛杉矶和Piston的 斯图尔特发生正面的冲突 双方被罚出场 在第三节 胡人队以66比78分落后Detroit 在罚球时 NBA洛杉矶揮手打中斯图尔特 被判犯规 导致比赛长时间暂停 斯图尔特面部流血 并多次尝试反抗NBA洛杉矶 Detroit Piston的教练和球员 亦多次阻止斯图尔特 最后他亦被驱逐出场 胡人队最后以121比116分获胜 Lebon James和斯图尔特 赛后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而另一方面 总统拜登设定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 强制疫苗接种措施 今天到了截止的日期 目前90%的联邦雇员 已经接受最少一剂的新冠疫苗 少数人有待决定或批准负面 拜登在今年的9月宣布 超过350万联邦的雇员 除非获得医疗或宗教的负面 否则必须是11月底前去接种新冠疫苗 不允许他们以定期接受检测取代 没有遵守规定的员工要先接受一个资讯 最终可能会被解雇 来看看星岛记者彭斯桥的报道 加州州长纽森 今天11月22日 参观三藩市mission的社区新冠疫苗接种点 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加强针 迎接即将来临的节日聚会 纽森就鼓励五岁以上 还未接种疫苗的人士尽快行动 已经接种疫苗的成年人 快点接种加强针 截至星期一 加州检测新冠病毒阳性率已经控制到1.9% 是全国的最低 但纽森警告称 仍需保持清醒 提醒民众要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再来看看星岛记者李绍庭的报道 整麦州和南三藩市官员 星期一是走访南三藩市的小商户 推广全新电话应用程式 Choose Local SMC 帮助当地小企业经济复苏 市民可以通过该应用程式 在Sanmatel小企业消费之后得到积分 和转换现金的折扣 每积分价值1元 由Apple Store或Google Play下载即可 现时有330多家Sanmatel小企业参与 包括南三藩市 Daly City Half Moon Bay Milbury Redwood City 由联邦刺激经济基金提供资金 小企业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另一方面 美国10月份房源相对较少 导致房地产的价格提升 但美国二手房屋的销售量仍然走高 创下至1月份以来最强劲的年度增锋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济协会星期一表示 上个月 城屋销售较9月份增长了0.8% 与去年的10月相比 销售额下降了5.8% 当时因为在疫情初期 推迟了买家重新涌入市场 美国Target宣布 以后都不会再在感恩节期间营业 而这个决定显现疫情过后 至假日购物将发生变化 为了限制疫情中商铺的人潮 零售商去年曾被迫将周末的购物热潮去延长 令到假期的销售最早在10月份开始 Target10年前就开始在感恩节保持营业 与其他零售商一起 提前一日开始黑色星期五的速消活动 联合创造感恩节火鸡大餐后的购物热潮 外界亦都认为 这一行的措施是为了应对Amazon 等线上购物平台的威胁 另一方面 欧洲药品管理局在星期一的声明表示 正在考虑强生疫苗的申请 在市民首次接种强生疫苗 至少两个月之后 为18岁或以上成年人接种强生加强针 在整个欧洲病例数激增的情况下 管理局表示 预计在几个星期内作出决定 FDA在10月份批准强生加强剂 适用于最初接种强生 和其他疫苗的人士 强生之前的一项大疫研究结果显示 加强针保护率将会从70%提升到94% 今个月 多艘阿富汗难民船在意大利南部的海滩登陆 塔利班在8月攻占克布尔之后 大量阿富汗人就决定逃离 部分开始为期两个月的从伊朗到土耳其 跨越地中海的旅程 越来越多相对富裕的阿富汗人 伊拉克人、伊朗人和富尔德人 选择这些难民路线 他们承搭私人的船隻 和支付高昂的土耳其跨境费用 调查人员说 难民船长通常是乌克兰的走私犯 可能和土耳其以及意大利克邦有联系 欧洲民众持续抗议 政府加紧防疫措施 河南几个城市连续第三天 有示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 在已经颁布紧急法的欣斯克德市 警方以警棍去驱散人群 而在北部的呂佛登市 有警车就被石头击中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游行 也演变成民警的冲突 有示威者向警方釘杂物、烟花 并破坏警车 警方发射水炮和催泪弹去驱散 至少两名警员受伤 法国、海外逐地、瓜德罗普岛 连续三天爆发骚乱和抢掠 动乱事件中有人开枪 一名80岁的女子 在家中天台被子弹击中 当地已实施宵禁 最少38人被捕 除了早前派出的200名警员之外 还会加派50名警方特种部队前往当地 再来看看印度方面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气质量近几日有所改善 东局宣布取消对建筑活动的禁令 但学校和办公室将至少关闭到星期三 当地的空气质量指数从大约一个星期前的499下降至303 但仍处于非常差的水平 环境部长就说空气质量正缓慢改善 理解工人面对的困境 因此决定恢复建筑活动 并会监察建筑商有没有遵守控尘的措施 今年是美中乒乓外交50周年 美中球手将组合出战世界乒乓球赛混伤赛事 美国选手张安将与中国国家队选手林高远拍档 美国选手卡纳克就会和中国女将王曼玉组合 参加星期二起在德州休成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赛 林高远说 很高兴和张安拍档 自己目前不是中国顶级的运动员 但对方是美国最好的乒乓球运动员 和张安拍档的最大好处是对方懂得讲中文 希望两个人能够尽快进入最佳的状态 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努力取得出色的表现 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说 一直思考如何透过体育赛事增进两国的友谊 中国乒乓协会联同美国乒乓协会 向国际乒乓联盟提出 混伤美中跨国配对 希望奏响新时期乒乓外交的新篇章 今天节目的最后 为大家介绍一位湾区的理财专家冯慧伦 本人于斯坦福大学碩士毕业 在2003年创立华信投资顾问 我们是一家美国正式注册 独立纯管理费的投资顾问 不卖产品 没有利益冲突 只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我们现在有Cupertino和Freeman两个办公室 提供退休规划 省税 遗产 投资策略等服务 我们以20多年华尔街经验 助你达成安稳退休 查询电话408-725-2975 或上网ChineseAbraham.com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节目内容 多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